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谈YouTube频道啦 那本周呢这个英超联赛哦 在这个英超榜上前三名的球队呢 曼城利物浦还有切尔西呢 都是靠着点球呢 索取这个三分啦 那目前呢 利物浦呢 依旧是排在这个英超榜上的第二名啦 那究竟这场呢 对了这个维拉的比赛呢 利物浦呢 是否值得取下这个三分啊 马上呢 就进入我们本期的这个赛后观感啦 好啦 感谢您的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影片啦 那如果喜欢接下来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哦 按赞留言并且分享给你身边 同样是六普球迷的朋友们哦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也要跟大家说声感谢啦 在上期的这个赛前看点呢 我就说啦 如果能在这个圣诞节之前呢 让我的这个频道突破750订阅数呢 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哦 那现在呢 目前看起来感觉这个梦想呢 是可以实现啦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又还没有订阅的这些朋友们呢 就可以赶快的按下这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啦 移动你的鼠标啊 或者你的手指呢 轻轻点下一个订阅按钮呢 就可以支持我一下啦 那当然啦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这种 幕后制作啊 或者是比较神罗化的这种内容呢 都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IG啦 那下方的这个资讯栏呢 也会有我这个IG的这个链接哦 所以呢 马上呢 就去点击这个订阅按钮呢 还有这个追踪啦 那马上呢 我们就先进入本期的这个正题啦 我们直接来聊聊这个首发11人啦 那六普方面呢 跟我预测的其实是非常的相似哦 只不过呢 那个Diogo Jota呢 在对蕾狼队的这场比赛呢 好像是貌似受了一点点这个情伤啦 所以本场比赛呢 商誉之后呢 是坐在这个替补席上待命的哦 那加上呢 这个Divoc Origi呢 虽然呢 是回到了这个队内的训练啦 但是呢 赛前呢 好像有这个膝盖拉伤的这个症状啦 所以呢 这场比赛呢 就缺证啦 那Oxley Chamberlain呢 这一回呢 被摆上了这个V9号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一点呢 其实是可以理解啦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V9号的这个位置呢 给到了这个 日本球星Taki Minamino呢 日本前锋呢 要面对到的这个对手呢 会是两个非常高大 非常壮的这个 装位哦 S3 Consa 还有这个Tyron Minx啦 所以我来 我觉得呢 这一点呢 我们派上Oxley Chamberlain呢 去打这个V9号呢 算是合理啦 而且在季前赛的时候呢 其实Chamberlain呢 也有打了 应该有两场比赛啦 其实是去尝试打了这个V9的这个位置哦 Aston Villa方面呢 Matthew Target的这个商业复出呢 重新回到了这个Sofar Sierra 主打这个左边位啦 那Amy Brandia这一场呢 竟然呢 是坐在了Bandon C上哦 而这个 左边风的这个位置呢 竟然是给到了这位老将Ashley Young啦 那这一点呢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趣啦 我觉得Jerard呢更多时候呢是想要用这个Ashley Young这个经验啦 而且呢 近期呢几场比赛下来啦 在这个Jerard底下的这个Aston Villa呢 Ashley Young呢 其实在创造这一方面呢 是还做得不错哦 其实有很多次都是 其实Ashley Young在第一场啦 对了布莱顿那个 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传球给到Olive Watkins呢 最终呢 导致这个进球的哦 所以呢我觉得这里呢 Jerard是非常相信Ashley Young呢 可以去做到Amy Brandia所能做到的事情啦 这里呢就把它摆上了这个左边风的这个位置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点呢 非常的有趣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我个人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呢 顺便来浅浅分析一下这个两队的这个战术啦 那首先呢我觉得呢 第一点呢就是这一场大雨啦 我觉得对两队的球员来讲 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哦 我特别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啊 我感觉上这个草地呢 好像有一点滑 然后很多这种传球啊 还有呃 有传的有一些困难啦 简单的来讲 其实上半场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精彩啦 虽然说呢 利物浦是掌握着这个呃 大量的这个球权哦 维拉呢 其实还是很有这个进攻意识啦 其实上半场呢 有两次呢是险些破门啦 而两次呢 都是这个Ashley Young啊 然后两次都是Alison Baker这里呢 有这种滑倒啊 还是这种呃 金生不留神的这种感觉哦 那我在赛前看点呢 我们其实有提到这个定位球啦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个定位球是关键啦 那利物浦呢 单单在上半场呢 其实就有七颗定位球哦 但是呢 维拉在这个定位球上的防守呢 真的是做得很好啦 不愧是一个呃 跟狼队一样啦 还没有被对手打穿这个呃 用定位球打穿龙们的这个球队啦 那七颗的这个脚球呢 完完全全呢 是没有一次呢 是有多多大的威胁啦 在我的印象中呢 只有Virgil van deria那一次呢 是特别好啦 但是最终呢是被Amy Martinez给扑掉啦 那另外一点呢 我个人特别想要讲的 就是这个主裁判Stuart Edwell啦 这一次的判法呢 我觉得 我真是看的搞不懂他在做什么 全场我其实是看的非常非常的愤怒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呢 跟我看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一样啦 该吹的这个犯规啊 很多都没有吹啦 而且有一些不应该吹的 比如说Virgil van deria 对Oli Watkins的那个防守 我是觉得 应该不会到黄牌啦 但是呢 最终还是给Virgil van deria一个黄牌啦 那该吹的不吹 我到底那个球位呢 要倒下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才会吹哨啊 而且呢 在这个上半场呢 其实Andy Robertson呢 有好几次我个人是觉得 是应该是一个点球啦 但是这个Stuart Edwell呢 连Virgil van deria还是什么都没有去查 都直接说没有 没有问题 比赛继续进行 那下半场呢 终于给我们判到了一颗点球啦 那这个Virgil van deria的这个Pol点魔人 Emi Martinez呢 最终呢 是没有办法挡下这个Mohamed Salah的这个打门啦 那这一点呢 我们等下再留到这个 进球的那个分析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球员平均站位哦 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啦 那Liu Poo呢 全场掌握这62%的这个控球权啊 所以自然的这个球员的这个平均站位呢 都是比较高哦 而且我们从这个平均上 平均站位上面来看呢 其实就是大家所熟悉的Liu Poo啦 我们看到Jordan Henderson呢是比较靠右边哦 那Fabinio还有Tiago呢 会形成双中场的这个感觉 Robinson呢 还有这个Alexander Arno呢 都是非常靠前啦 加上Mane啊 还有Sala呢 也是非常靠前 然后Oxed Chamberlain呢 是推到比较后侧一点 这个V9号啦 其实排面上来看呢 我觉得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Liu Poo的这个打法啦 但是至于这个Aston Villa这里呢 虽然啦排除了这个433的这个阵型哦 但是呢这里呢 给我有一种4312的这种感觉啦 就Olly Watkins啊 还有这个Ashley Young呢 更像是这个双箭头啊 而这个Jacob Ramsey呢 我们在赛前看点也有说过啦 他会主打这个右边风呢 本场比赛看下来呢 他比较像是一个进攻中场啦 或者是你可以甚至说他是第四名中场哦 你可以看到他的平均站位 其实是比John McGinn呢 这里呢 还要来得更加的深一点啦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Olly Watkins呢 还有Ashley Young呢 我个人觉得呢 Jerard呢 是特别想要去主打我们的这个右侧的这个防守啦 那我们从这个进攻的走向这里呢 我们也是看到同样的这个结果啦 Aston Villa呢 有高达40%的这个进攻呢 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左路啦 那我觉得这里呢 一点呢 是要让这个Olly Watkins呢 面对的这个防守球员呢 是Joel Martip 而不是这个Virgil van Dijk哦 那二来呢 我觉得呢 Steven Gerrard是有意呢 想要靠着这个Ashley Young的这个 呃 能力啦 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啊 还有这个传球的能力呢 去与这个Olly Watkins作为这个串联哦 毕竟呢 我刚才上面有说到啦 第一场对赛布莱顿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靠着这个Ashley Young的这个传球呢 给到这个Olly Watkins的导致一颗进球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这个球员呢 就是这个Jacob Ramsey啦 那目前我们看他 感觉上他是在主打一个中场的这个感觉啦 但是这一场比赛呢 我个人的见解呢 是Jacob Ramsey呢 比较像是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啦 其实我们很多次呢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他出现在 这个范围啊 然后不然就是他会出现在这个范围啦 这里呢 也会上一个这个Jacob Ramsey的这个 热图哦 给大家看一下 Jacob Ramsey在本场比赛的这个工作量呢 究竟是有多大啦 而且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整个中场范围呢 其实Aston Villa 在这里就已经有四名中场了 那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Steven Gerrard呢 特别呢 有意图呢 想要去用这个人数呢 控制一下利物浦的这个中场啊 不要让Fabino 还有Tiago呢 传球传得太舒服啊 而且我们在赛前看点 我们有讲到啦 John McGinn啊 Jacob Ramsey啊 Douglas Lewis啊 这些呢 都是工作量特别大的这种中场球员 所以本场比赛呢 是有意啦 想要去限制我们的中场球员的这个跑动啦 那这里呢 特别要点出这个Douglas Lewis 还有Marvellous Nakamba 我觉得这两个人呢 这场比赛呢 其实都是打得相当不错哦 Douglas Lewis呢 在数据上呢 是有五次的这个抢劫成功啦 是比较亮眼啦 但是呢 Marvellous Nakamba 本场比赛呢 我个人觉得呢 他是把这个Oxed Chamberlain呢 限制的蛮好啦 在这个平均站位上 也可以直接看到哦 Marvellous Nakamba 跟这个Oxed Chamberlain呢 直接是形成这个一对一的这个状态啦 那从数据上来看呢 其实Oxed Chamberlain呢 在本场比赛有四次的这个地震对决呢 全部都是失败啦 Nakamba呢 五次的这个地震对决呢 有三次成功啦 而且针顶上面呢 三次呢 也有两次的是成功啦 所以个人是觉得呢 其实Jerard的布阵呢 其实是相当有效哦 只是可惜啦 他们在这个前场的这个把握能力呢 并没有把握得特别好啦 其实讲真的啦 两队的把握能力呢 本场比赛呢 都是相当糟糕啦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本场的这个进球啦 那我特别呢 想要提一提这一颗点球啦 虽然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呢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啦 Emi Martinez呢 就是一个铺点魔人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Emi Martinez呢 在这个美洲杯上面 对了哥伦比亚的时候哦 他在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呢 就是跟这个哥伦比亚的对手呢 玩这种mind games啦 不停地在嘴炮对手呢 去影响呢 对方的这个心情啦 本赛季对了曼联的那场比赛呢 其实也是一样啦 在最后时刻呢 曼联得到一颗点球呢 最终呢 Ronaldo呢 是没有踏上了这个 点球的这个位置哦 而是给到Bruno Fernandez啦 而Bruno Fernandez呢 当时候呢 就直接射飞了这个点球啦 结果Emi Martinez呢 还直接面对观众呢 在那里跳舞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一些观众呢 是曼联的这些球迷啊 所以Emi Martinez呢 本场比赛呢 其实哇 也是不停的 就是在Sala打门之前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啦 Emi Martinez的手呢 是不停的往自己的右边一直指去哦 好像刻意要影响Sala说呢 嗯 我要扑向右边 我要扑向右边哦 结果最终呢 Sala呢 是打向了这个Emi Martinez的左边啦 而Emi Martinez 其实也扑对了这个方向哦 但是呢 这里必须要佩服Sala的这个冷静 还有这个打门的这个technic哦 这颗进球呢 我看这个慢动作回放啦 我个人觉得 它好像是打到了这个门柱呢 最后反弹入王哦 非常刁钻的一颗色门啦 那这里呢 恭喜Mohamed Sala呢 得到了他个本赛季呢 在这个营超的第14颗进球啦 好那现在呢 就来选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最佳球员哦 那我觉得这个Mohamed Sala呢 在这个右路的这个进攻呢 依然是非常具有这个威胁性啦 虽然说呢 有丢失了不少这个球权啦 不过有几次的这个盘带啊 还有控球呢 都是非常的关键哦 本场比赛呢 又打入了这个自胜球啦 本赛季的第14颗营超进球了哦 那另一名呢 我个人觉得表现非常好的呢 就是这个Fabinio啦 本场呢 一共打出了三次的这个抢劫 两颗断球 四次清球 以及一次的这个阻挡色门的防守表现 非常的好啊 那进攻上面 其实也有现出了这个两颗关键性传球啦 不过呢 我个人呢 心中的最佳球员呢 我会给到Andy Robertson啦 哇 之前呢 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人就说 Andy Robertson这个能力呢 真的是不及这个Kostas Simicas 结果最后 最终呢 苏格兰人呢 最后还是找回了自己的 状态啦 我觉得本场比赛呢 Robertson在这个左侧呢 不断的来回跑动啦 无论在这个进攻啊 还是这个防守上呢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哦 数据上呢 虽然只有这个 一次的这个抢劫成功啦 还有一次的这个断球 还有两次的结尾啦 感觉上没有特别亮眼啦 进攻上面呢 创造出了一次绝佳机会 以及三颗关键性传球 还不错啦 八颗传种球呢 也有四次呢 是成功送到队友的脚下啦 我个人觉得Robertson的这个表现呢 很难用数据去衡量啦 但是如果有看本场比赛的 这些观众呢 我相信Andy Robertson呢 绝对会是最佳球员的 提名之一哦 那也欢迎你们呢 告诉我啦 你们个人的这个心目中 最佳球员到底是谁啦 那最差球员这里呢 我个人觉得 我会有一点点小苛刻啦 那我认为呢 Oxley Chamberlain这里呢 真的不适合去打这个V9号哦 晋级场比赛呢 在中场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啦 但是被派到了这个V9号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Chamberlain呢 真的不太熟悉 这个V9号要做的这个任务是什么啦 打法呢 我都觉得非常的尴尬哦 有时候在看这个萤幕呢 都会觉得 如果Jota在这里啊 或者是如果Fermino在这里呢 整个局势呢 会不会变得很不一样啦 但是呢 本场比赛的这个 我个人是不会选到Oxley Chamberlain啦 只是想要问大家啦 你们觉得呢 Oxley Chamberlain呢 适不适合去打这个 利物浦的V9号哦 还是说呢 继续主打这个中场就好了 V9号的位置呢 可能给到像Mina Mino啊 这样子的QRN去担任更加好啦 那我个人的这个 最差QRN本场比赛呢 我会给到Alison Becker啦 我相信这个应该 也没有多大的这个争议性哦 其实呢 如果V9号呢 真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呢 基本上可以打进两球后以上啦 Alison Becker呢 今天在这个门前呢 我觉得有一些不专注啦 很多次的这个出击决定呢 都是呃 变成一个失误哦 像一开始那个Ashley样的那个 要是没有这个Dramatic的话呢 其实Alison Becker的大门 肯定是被破啦 我不知道是因为 呃下雨的关系啊 草地太花啊 还是这个Alison Becker的鞋子 出了一点什么问题哦 我觉得Alison Becker 在最后10分钟的这个表现 也是相当令人呃 担心啦 虽然说本场是呃 零逢成功啦 但是呢 我觉得还主要还是有很多沟通上面的这个问题哦 Alison Becker呢 这场比赛是没有做到什么东西 呃 但是呢 他还是成为我个人心目中的最差球员啦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我对于利物浦本场比赛这个表现啦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我会打出一个6.5分啦 也不是说打的不好啦 只是普普通通啦 前场呢 没有办法把握好机会哦 后方呢 有几次的这个sloppy moment啦 但是呢 我们不能忽视啦 Joan Martip 还有 Virgil van dey 这两位中卫的这个表现呢 真的是稳如泰山啦 那前场呢 我觉得我们是 确实是创造出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啦 但是呢 就是那个灵门一脚呢 就是不够犀利哦 最终呢 我们还是靠着点球啦 虽然说我们靠着点球来赢这个Aston Villa啦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啦 本场比赛的这个三分 其实是实至名归啦 因为我们也创作出了 很多绝佳的这个机会哦 Aston Villa这里呢 虽然是有几次险邪破门啦 但是我觉得 全场比赛除了最后十分钟左右呢 Aston Villa其实也并没有送出多少 非常有威胁性的这个进攻啦 三分呢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啦 三分是实至名归啦 那打维拉呢 一向来呢 都不是一场简单轻松的这个战役哦 三分入带才是最重要啦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看啦 欢迎留言告诉我啦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赛后观感啦 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个人的这个最佳球员还有最差球员呢 究竟是谁啦 那周四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打这个纽卡索啦 所以呢 我们就下一期的这个赛前看点再见啦 拜拜 拜拜